公事横跨欧亚美三大洲 记录海外年轻人打拼的故事 台湾人没在怕 每个星期天下午在公事首播 今天要飞到国人旅游的论门景点 泰国曼谷 我们一起来拜访一间台湾人开的旅馆 老板是一对姐妹 刘玉玲、刘仲淫 他们本来对泰语一窍不通 却能够撑过当地大水灾 以及政变的冲击 开创出客制化旅游的经营手法 我是Ashley 我是莫妮卡 欢迎来到泰国 来自台湾新竹的姐妹 李家千里开了一间旅店 三十二岁的姐姐刘玉玲 Ashley处理内部行政 二十九岁的妹妹刘仲淫 莫妮卡则负责外部接待 关于客人的然后接待都是我来 那我姐她就是去帮客人谋福利 比如说去跟厂商要比较便宜的票 在泰国这个旅游大国 曼谷更是获选全球 最佳旅游城市前三名 旅店数量超过一千五百家 竞争如此激烈 我们还会带人家去体验 那个泰服 传统泰服 然后会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那这个也是别人没有 就只有我们游的 对 刚才看穿的是莫妮卡吗 用莫妮卡当模特 离香背景 到了曼谷经营旅店 没想到一开始就吃尽苦头 为了客人随着就要装热水器 然后那时候我也不太会说太吻 我就受不了 我就讲中我就崩溃 我就想说 拜托你不要挂我电话 我只是想要找一个来帮我装热水器 有这么难吗 这样子 除了语言障碍外 更遭遇2011年底到2012年初的水灾 这是一场50年来最大的洪水 突然棒 cancel cancel掉四五个月以后都cancel了 然后之后又陆续再cancel 因为水灾肆虐 沉重的营运财务压力 让当初把妹妹一起脱下水的姐姐Ashley 必须积极寻找新的营运策略 就是因为那时候 就是希望能够找寻其他的收入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开发出一日游 泰国文创产业赫赫有名 泰国政府在2003年 启动Creative Thailand 创意泰国计划 如今泰国文创 已经成长为一兆两千亿元的产业 新的点就是想说 企划新的一日游 那它其实就是充分地展现 泰国的年轻人 实现创意的一个地方 彩虹蛋糕了 真的好可爱 你可以对着那边 创业初期的天灾挑战 总算是成功度过 但没想到紧接而来的 却是人祸 泰国动荡诡决的政治情势 即将带给旅店更重的一级 那时候台湾还把泰国设为红色警戒 退房大概退到只剩下两成左右 2013年底到2014年政变 引起全球关注 泰国从1932年新线至今 已经历二十几次政变 就有很多人上去唱歌 演讲 说理念 然后到一个时候 大家就会开始 热歌进舞台下的人 也会一起跳舞这样子 然后也是那个 让我们有一个灵感 想说这些人很累 他这些人是要做长期抗争的 来啊来我们就洗个澡吧 就是轻松一下 或是来睡个觉啊 什么就会发燃单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化险为夷的一个方式 经历大水和政变 过关斩将 今天妹妹Monica 要举办一场原汁原味的台湾之夜 来试试看 这是我的爸爸家传的一个食谱 家的味道 有家的味道 干杯 就是其实感觉到我借他 很关心我 现在我觉得不只是家人 然后同时又是战友 只要和家人在一起的地方 就是我的家 容忍 然后一直不断地想办法 再达到我的要求这样子 一对来自台湾新竹的姐妹 竹梦踏实 持续在东南亚发光发热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